大家好,我是仙游居士 苏州有个2500多年历史的地方 叫虎丘 你一定要去看一看 这里是春秋时期 吴王和驴的离宫所在 进入景军后 山下的头山门上 写有大吴圣壤几个字 虎丘也被称为吴中第一名圣 走过一段上山的路后 路的尽头就是这里的逐景区了 这个平台里有许多凸起的大石头 叫做千人石 中国近代有位高僧、足道僧 因受排挤后云游到此讲经 旧之云升功讲座 下有千人列作 因此得名 这块石头就要叫做深宫讲台 它的左侧这座亭子 叫做二仙亭 相传仙人旅洞兵和陈团 曾在这里下棋 亭子左侧为虎丘剑池 这里是虎丘两大著名景点之一 传说当年为吴王、河驴、殉藏游、扁珠 鱼长、宝剑三千把 都藏在这个水池下面的墓地里 石壁上的传书 剑池两字 相传为王羲之所作 这里另一个最著名的景点 就是虎丘塔 世界上一共有两座鞋塔 一个是比萨鞋塔 另一个就是虎丘塔 建成于宋、剑龙二年 距今已有一千多年 这里还有很多很有历史的景点 可以慢慢地过 虎丘是苏州2500年沧桑的建政 除了走路以外 你也可以在山下乘坐景区的马车 绕山环游半圈 慢慢欣赏景区的自然风景 在北门下车后 你还可以逛一逛这里的水池 坐在水廊里 欣赏周围的风景 我是 SIM2 预备丛好 窃室 � involved